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心智政府》第27集 今集是一個電影的欣賞 想和大家分享一個類似好像不可以說影評的 只不過看完一部電影 對Kim有一點感觸 我昨天看了一部什麼片 這部片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猜到 因為名字吸引了我 名字叫《與神同行》 還是一個終極審判版 大家也知道如果有看 其實是一部韓劇 這部韓劇 即是韓國電影 如果有看 都知道這是一部續集 而這個原先還有一集 在2017年做了一個 《與神同行》 但它那個主題就是 《罪與佛》 是一種刑和罪罪 雖然是一部科幻片 但比較起 其實Kim也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我喜歡入戲院去看 因為有些片是一定要去到戲 才有那種現場感 還有那種深層感 即使是波幻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遐想 你可以想到不同的東西 有時看完一部電影就是一種反消 我自己看電影 我喜歡一個人去看 我不喜歡和朋友一起看 因為我覺得 一個人可以集中精神去看一部電影 你想想一件事 拍一場戲 人家要銷射 以前就有很多千萬元的美金 現在分分鐘是有很多個億 那 就算有港幣用很多個億 然後 就算有 我賣得很好 或者賣不賣了也好 你只需要現在 我相信一般來說 除了你說去吃 有些是任叫炮谷的 可以睡在那裡看的之外 去到百多元一張票 或者四百多元一張票 那 一般來說 我們去戲院都是百多元 那我們用百多元 當然不計過泡谷和汽水 那 你都覺得是很划算 我覺得用百多元 八至兩百元 你可以看到別人花這麼多錢 因為其實電影行業真的要消很多錢 每天平均的製作費 你是想不到的 有時我們去參與拍一些微電影 我們都要發覺 其實每天在消的錢 無論你多省都好 都座底 省極 你也有 都比幾東西 日日一叮 這些其實是消霧見大霧 當你真真正正去接觸那些影院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要找幾個攝影師 然後動幾支鏡 還要不要計後面那些 特技那些 只是計普通 直接在街影那裏 街那裏 你動一支鏡出來 就不同 你動一支很小的鏡 你動一支十多晚 一支鏡 一支攝影機拿出來 或者百多萬 一拿出來 很快 就有些管理的人 就會出來 例如市政 或者很快就會通知那些人 走來問你什麼事 有沒有要申請 要申請 逐個小時計算錢 一小時計算錢 一小時 純粹你是說 換票性質也好 怎樣也好 你拍一條這樣的影片 即是不要說廣告片 就是拍一段時間 你說的費用也是不少的 真的不是 難怪有很多導演 就曾經就說 即使說給一些錢 給一些演員 他們是給前期費用的 後面那些就看你怎樣拆 後期那些就看你究竟 第一你那個價值值多少 你的新價值多少 之後又要看你那個票房 那個票房是怎樣 計算%的 中間霧的風險也很大 因為你可能找一個主角 他主角突然間那段時間病了 或者不知怎樣 那你整個酷就停在那裡了 還有一些片 要晴天的 還有天氣的 有些片 就是 我自己比較欣賞的 就是譬如王家瑋 他就 就好像他拍那個 很多片 我看過他 譬如說他下雨 譬如說那一集 他下雨 在那裏拍雨景 都拍得特別 就是 他是沒有劇本的 其實我其實欣賞他這件事 沒有劇本 其實我覺得是 一方面你說創作的空間大了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成本省了一點 因為我覺得 你沒有劇本 你沒有特定會 要拍些什麼 當然很 很著重剪接 剪接 還有工作人員 還有演員的合拍性 還有導演 監製 各方面 但是這種情況 似乎就是 沒有一個軌跡 大家知道 大約要拍些什麼 但是 即時想到什麼 導演 突然想到什麼 就馬上去拍 不用怕劇本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比較省一點 Anyway 有時候我看電影 我就會看 他背後製造成本 是製造了多少 他那一集的畫面 他花了多少錢 他美術指導 他的美子 又做了多少 用了很多花巧的東西 後面的道具 那套衣服 尤其穿古裝 那套衣服 像張藝某 他拍的影片 有張叔平光去搞 後面那些服裝 美子 全部花了很多錢 你知道他每一件事 你看到視角尾 就是飄出來 有飛出來 有個裙子 那這樣 那徐刻也是 徐刻也是 我 surtin 好欣賞的一個導演 那因為他 其實我Kia 是喜歡看古裝片 有些歷史背景的 那麼 甚至有一些是國內 或者台灣的導演 所拍的東西 我也很喜歡看的 那有些 我記憶有幾個 就是有好幾位 他們在台灣做的 他們很有心度 尤其是有一個離了一輩子,連層樓都按下去,把最後的本錢拿金馬獎 然後第二次就要哄太太,把層樓按下去,拿夠錢,買一部4K鏡頭 可以吊在直升機上,不斷拍,不斷拍,不斷拍 很多很多東西,我都覺得真的很欣賞 那今集,先說回,不要提利益太重要了,說回今集 這個與神同行,他說這個神一定不是我想的,應該是耶穌基督 那個上帝,我相信很多基督教徒未必會進去看 但我覺得本著一件事,只是一套藝術的作品,進去看 其實2017年,他有一個與神同行,就是聚與佛 很明顯,會和現在這個終極審判,很明顯是他要 開完這個續集,就要完成整個TOPICS 他亦都貼著,2017年到2018年 其實他開始拍的時候已經是2016年 其實我相信那些演員,很多人都沒有什麼休息 就是這樣踩著照片 雖然他是一套科幻片,但對比起,比如說 有很多套阿Kym看過的,比如說《鬼吹燈》 《鬼吹燈》最初是由天下霸場 《鬼吹燈》那本小說,收得很高的稿費 但他拍出來的電影,我就覺得有一點訊息了 比他那個圓著,因為圓著我覺得就是 《天下霸場》,首先講一講《天下霸場》 《天下霸場》是一個我也挺欣賞他的人 他由在中學時期的時候,其實現在大家知道 他在中學時期的時候,讀書出來就失業 工作上也不太理想 他終日也很受悶,躲在家裡就寫稿 寫著寫著寫著,結婚後來的太太又離開了他 離開了,分離了 然後他自己染上了精神分裂症 因為他日夜作息已經開始瘋倒了 想的事情也開始超越現實 所以他才可以寫到很漂亮的東西 譬如《蒸絕古城》、《神佛》 還有很多很多集的 不過後期那幾集我就開始 阿Kim就不是太過的 因為始終他也是出請袋筆 頭那兩集,尤其是《蒸絕古城》 我很喜歡他的 記得當初是在大陸去買一些簡體字的 很厚的一本本 去追著看的,又是廢侵王侵 追著看的 又要點一道武 在哪裡點一枝蠟燭 又不可以讓他吹息 如果不可以 有些迷魂花 又會噴出毒氣 令人迷魂 其中最令人的角色 還有大金雅 胡八一 還有楊雪莉 還有馬肥仔 很多都很有趣 但當他拍了那套電影 找了一位舒奇 找了國內某幾位演員 著名的演員一起拍的 但拍出來我就覺得有少少比那個 因為他裡面很多家賊的故事 我覺得就好像從不同的電影 其他電影裡面 我不可以說他抄別人 但是我覺得就好像很熟 那些橋段 就好像是東抽一些西抽一些 抽一些 抽六成一集 我不敢說他 是為了拿天下霸唱的名字 而令到自己那套電影 收視率會高 因為說到鬼吹燭 大家都很高 很多人都是鬼吹燭的粉絲 天下霸唱的粉絲 你想想一件事 他在拍電影 每個人都在電影看 但看完之後 就有少少我自己 我不敢說其他人 但我自己本人 就覺得有少少信息 不是我預期到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拍得更加好的 那好吧 除了鬼吹燭之外 還有一個畫皮 畫皮也有第一集第二集 兩集我都有看過 我也都很欣賞 有趙薇 和周迅去拍 真的可以把劇本裡面的角色 畫得非常之好 而且我記得還有一集 其中一集就是 《恩子丹》也是存在你的 拍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值得看 另外就是《妖貓傳》 《妖貓傳》 我上次阿Kim上一集 都對上這個廣播 關於楊貴妃之死 他重點就是在那裡 其實他都揭發了一件事 很多歷史學家都未必會察覺到 其實唐元忠是否真的愛楊貴妃 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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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終最後 唐元忠 有人說 楊貴妃死了之後 唐元忠也屈屈屈屈屈屈屈 但不要忘記 到最終最後 唐元忠也有找兩個鬼妃人 又有第二個 楊貴妃不在 楊玉華不在 還有第二個 天下怎麼會 只有江山 美人就大把 什麼叫絕色美人 你說絕色而已 絕色之後 還有其他再絕色 對不對 那好了 那布茨 或者彈紀當時 絕色美人 但後來又有西斯 又有楊貴妃出現 對不對 那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愛他 好像李伯那樣作呢 或者加上白居耳搞錯了 那樣說到 寵愛鬼妃 我覺得有些少是 可能未必真的這樣 好了 那說完 妖貓轉這些就有些不同 那不同的分別就是 你不要想著 那些好像是中國的國內出產 一個就是韓國的韓國產品 兩個產品比較 絕對不是現在好像一個HTC 和Samsung的對比 完全不是這樣 我就沒有這個意圖了 那我覺得 他們這一堆都是科幻 還有他們有些是和而不同的感覺 給我的啟發就是說 例如說 先說一些相同的東西 比如說鬼吹燈、畫皮、妖貓轉 和這個與神同行 他們都是有真實的背景歷史 比如說一千年前 與神同行 他那一千年前的歷史 大概是不可愛的 可以猜到 如果一千多年前就是這個 一千一二 那時候就應該是這個徐朝 然後又有一個 你又可以找到 應該是巡人巡 還有 你可以看到 一千三年 或一千一年 一千年前 你還要退回 那好吧 真實的背景 再加上一些宗教 一定有宗教的色彩在裡面 因為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畫皮亞講道教 如何逐揪 他去逐妖 然後呢 這個 妖貓轉裡面 也有畫 屈著氣 然後一隻貓 就會到處殺人 又是道教那種思想 那 雖然他加入少許佛教的元素 在裡面 那還有鬼吹燈 更加是 道武 又是要做好 很幽妙的東西 術素的東西 哪個方位 哪個蠟燭 又要看星象 用他的星象參 就是我懷疑鬼吹燈 阿天娜霸唱社 她那個《精神古城》寫的東西 其實她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她甚至乎有空 我猜她應該研究完軟學 把軟學裡面 道教 或者那些術語 都放進去 什麼佔星 添星 那些怎樣看方位 然後追那個方向出來 然後去道武 雖然什麼都沒有 紫蘭真都沒有買 那 好了 還有她的背景又是這個盟國 就是那些 那些 一班退役的軍人 她們有些 有些 拿著國家的 每個月的 那些 那些錢 她資助 又說到她怎樣 楊雪莉 就是 在錢人方面 在經濟上可以幫到她的 那後來呢 又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興趣相乎 而楊雪莉 又是外國長大的 精通於各種語言 也都精心的 兩個一拍即合 那說到 故事說到最後 就是楊雪莉 這個胡八一 就是在一起的 經過那麼多的冒險 淡險之類 之後就發展出一段感情 都有情理在裡面 我覺得每一段都是 那好吧 這個 與神同行也是 她也加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進去 就說地獄 她有七層地獄 七大地獄 地獄是每一層 逐層逐層判的 又要剪尾根 又要等她去火堆裡面 又要逐層逐層不停地虐待 又有刀劍 這個你也可以看到佛學那種轉世 六道輪迴 那些東西 那種元素在裡面 而且加上大家 這堆電影 都是來自 不是來自小說 科幻小說 就是這些漫畫 這套也是來自漫畫的 那另外 她們也是用一件事 人世間的感情 和自己個人的自私 的矛盾 去牽動人的心靈 那你可以看到 個個都是 當然有些 像 鬼吹燈 那她說到 到無到無之後 那些錢怎麼分呢 你如我炸 不如先放下誰 大家可以分多些 那有看到 譬如說 這個畫皮 畫皮 有一位太太 張軍的太太 就突然間 來了一個 不束之下 周遜 大家又有一種 鬥爭在這裡 最多她都願意 犧牲自己 去保住 那個張軍的命 那妖貓轉也是 最多可以令到 楊貴妃 那隻貓 那個冤氣 就是燒了 那你都可以看到 很多東西 都是 即是 不停在自私 或者你得罪了我 所以我要 找辦法去對付你 於是呢 我就產生了真恨 然後另一方 就用愛 亦都可能有 大家互相鬥發 在那裡鬥 到最後都用愛 去溶解了 快解了所有的仇恨 那為了呢 去吸引多些人 去入場看 看電影 那買了一些 那他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韓國的片 KIM比較少看韓劇 因為我自己 就不是 即是 我自己就不是 韓國的特別粉絲 韓米 即是我連電視 都可能十幾二十年 都看過 即是說真的 那我呢 就只有看過新聞台 那變了 其實你現在問我 現在電視上 有沒有哪些明星我認識的呢 我都說得出的 真的 有些我連名字都說不出的 你問我現在的什麼流行 明星我都不認識的 連那些Lemo 或者那些Model 我都不知是誰打誰 韓劇更加不用想 第一樣東西 那些名字 我就覺得很冷氣 哪個樣打哪個樣 我覺得個個都差不多 好了 那他們現在要用一個 叫型男索女的方法 去吸男 即是你拍新片 當然是帥哥 拍著帥哥 一定是這樣的 有些就算不漂亮 也可能有那種氣質 那好吧 我們回看一件事 就是說 我可以看到那些服裝很華麗 譬如說張藝謀以前拍的影片 又或者這個 例如說這個是 徐克 還有譬如說 這個 宏家偉 那些都是 美術指導 各方面的東西 拍得很漂亮 很漂亮 那 這個 宇神同行也是 他那個 雖然他著重點 不是在那套衣服 他那套衣服 他那套衣服可能認 他不用浪費多少錢 就是 一邊穿同一套衣服 第一集 第二集 保住那套衣服 保住那套衣服 都是說前世甘心的 即是你今世為何會被人 他會這樣 我原來前一世的小朋友 會打一隻狗 這樣 那 韓國的導演 就比較 即是 就用了 譬如說 《雨神同行》那一集 他用了 古代的前仙 即是中國那時候 我們叫前仙 還用了護人 那你想想 那時候 作為前世的歷史背景 主角 這個 何正宇 其實他有個名字 他原名就叫做 金 金聖輝 他爸爸也是金用健 也是以偽戒的人 那 那 這個 何正宇 在劇中 成為三位 在陽姦和陰姦之間 穿梭的 一個 侍者 他的侍者 是一個 三個侍者 其中一個 就是唯一的首領 更加帶著一些 韓劇 你知道韓劇有什麼感覺 是很憂鬱的 很憂鬱的 那種是憂鬱的 妻美感 憂鬱美 那種 內心 不停有自責的情感 在裡面 來引發審判的結果 目的呢 是 利用 扣過 好像有些給我 感覺到 就是將功贖罪 他要扣過幫到 那些 無 即是一些 無辜的人 死了的人 有些怨氣 那些叫他們 他們用貴人 當初我看過貴人 我馬上想起一個 十二生肖裡面的貴人聲 當然他們的看法不同 日本也受到中國的陰陽影響 你看多一件事 他們是金曜日 水曜日 星期幾 星期幾都不同 有火 韓國也是這樣 他們要計算一下 我記得Kim以前認識很多韓國的朋友 他們都是這樣的 譬如他們那一代 他們是熟 金木水火土 他們是哪一個 element 然後他們的下一代 就一定要去食神 就要改一個名字 譬如 我是金的 我的子女 就要是水 這樣 要跟水有關 他們比較著迷於這裏 他們很相信 五行 他經過幫到一些人去轉世 令到他內心的自責 那種懊悔 就可以擺脫了內心的自責 相反 這個朱智芬 他就是金香喜 所飾演的解怨墨 還有一個叫做李德春 其餘那兩位 因為他們是三個 其餘那兩位 一定是助手 那兩個 後來從他技法的前世 原來他的首領 殺死了自己 是自己的兇手 殺死自己 和自己有一段特別的關係 但是偏偏這個人就是他的首領 首領的指示 他們就要去做 所以 最最後 他也是 原諒了 殺死自己的兇手 江林 江林就是首領 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大家 假設 基督教一定沒有 沒有前世 只有後世 下一世 死了之後 神經我們復活 拿回新的軀體 不是藏在肚裡 或者燒了身體 是另一個身體 然後去接受審判 等待 就是這樣 有地獄 有天堂 但是 我們用佛學 或者是 用哲學 或者是 佛學 或者是道家所說的 地獄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我們真的有前假設 我們真的有前世記憶的話 如果被我們發現了 前世是誰殺死自己 或者是誰殺死自己 或者是誰殺死仇人 或者是跟他有什麼瓜葛 你今世還可不可以原諒那個人 今世他可能已經變成另一個人 但是 他也可能不知道 又或者是他 大家都知道的話 我相信 這個社會是很不和諧的 所以 佛學裡面 就要說到 他們用一件事 就說 所以你們都要洗掉的記憶 所以讓大家都不記得 大家是 前世和大家有什麼關係 前N世之前 大家有什麼 真 有什麼仇恨 那樣 那江林這個角色 兩集裡面 他都是 幫一些貴人 所有貴人就是 無辜的 但有怨氣的靈魂 在陰間裡面 他做一個辯護的人 就像現在的一個大律師 上到法庭裡面 他就是為他們辯護 目的只為求他可以 贏了那單審判之後 他就可以得到轉勢 其餘那兩名使者 就是負責保護那些怨靈 一個叫日直 事者 一個叫月直 一個叫月直 一直那個扮得很型 月直那個就是 扮得很清順 直到他的審判完結為止 其中就是通過七大地獄 其中有兩個我還記得的 一個就叫不易地獄 另一個就叫做 這個桌懶地獄 就叫人家沒有懶 你在地上沒有試過懶呢 偷懶呢 他們又要勾勻 他們除了勾勻使者 要讀人的名字 就拿上人的靈魂 但他們就不是亂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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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一個叫City of Angel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他就扮演一個Dark Angels 他就負責去勾別人的雲魄 但是他勾一下有一天就要勾一位女醫生的雲魄 慢慢慢慢他就愛上了這位女醫生 就調反著不去勾 阻止其他人去勾那位女醫生的雲魄 他自己本來就要去勾 但他自己沒有任務 即是沒有完成他的任務 就變成地獄派了其他事者去勾 很多人都說無緣無故心臟病 其實就是勾人士勾了過去 這些是劇情 事實是怎樣我們沒人知道 這個感覺可以變成一位勾人士 勾人士者其實很冷漠無情 但偏偏就成為了一個保護的天使 保護這位女醫生的天使 你想想其實勾人士者和天使 這裏說就好像魔鬼和天使一線之間 但實際上我相信就是 的確是一線之間 在Lucifer未墮落之前 就真的可能他還可以決定 那些人跟不跟隨他 那三分之一天使跟不跟隨他 也是一個選擇 神給人甚至天使也有選擇 但當我們一旦決定了一個選擇之後 那個選擇 我們就要承受後果 相信這個審判是有天堂 我的讀口感就覺得 我很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天堂地獄 一定有 但是劇 是不是真的好像劇本裏面所說的那種審判 我就有保留了 那這條片給我感覺就是 其實他們說桌冷地獄 我們在地上 你每一刻你有沒有冷到 你做了什麼 你什麼事 那這條呢 就令到我很反思 因為我覺得我前輩子做得很辛苦 我後輩子很想鬆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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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生意做 沒有生意就不要做 有工作就接 沒有工作就不要接 就是我喜歡鬆鬆鬆鬆鬆 不要讓自己有太大壓力 輕輕鬆鬆鬆有一天 那KIM一定不會去打工 就是這樣 那這條呢 就給我一個 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大的反思 那就是說 活在當下 我們是否應該好好利用呢 地上的時間 就是自己 假設你們自己 曾經做過一些事 就是入院做過一些事情 就是將來有一天 你會後悔的 或者是你沒有去 好好關心身邊的人 你沒有去好好關懷 天天煮飯給你吃的媽媽 天天好 勤力去賺錢 去供養你的 幫你交書 補費的爸爸 又或者是你家裡的 婆婆媽媽 就是很多很多東西的 或者是有很多 是很有心的老師去教導你 栽培你 又或者是 你身邊工作的同事 當然有些是壞人 有些是你覺得是好人的 他是 不如和你捱耳氣的 有時候我們有沒有去 真的去關心他們呢 那這些就是 聖經裡的話語 也都說 就是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那 為什麼行在地上呢 那神叫萬物互相效應 什麼叫萬物互相效應 什麼叫萬物互相效應 神職其實經常都 事事都有的 不過我們沒有拆過而已 那 譬如說一些東西 有些明明是車禍的 但又死不去的 其實你可以說是神職的 那他其實呢 很多時候透過 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愛心 去抗衡一些自私的行為 和一些怨恨 或者是一些慾望 那其實 其實 相反的一件事 譬如一個神職人員 他很關心一些教徒 那他關心到夠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好的 positive 東西 但如果當他超越了那道關心 而 形成了有一些 是私人的情慾在裡面 那 那這裡就已經過了位了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就是一線之間的 那變了有很多東西就是 是視乎我們怎樣去 作出一個 balance 那好吧 第三點 譬如說 我也要記住 我也怕我忘記 有時候 就看回他第一集 他第一集 《與神同行》 就是一個罪與佛 那罪與佛 我又在想 到底 那些人是怕 因為有這個懲罰 要下鼻獄 所以才不敢去犯法 不敢去殺人 怕坐牢 而不敢去犯法 其實他是怕被人 吊死 或者槍斃 或者死刑 所以才不敢去做這件事 還是純粹因為愛一個人的良心 去行善 而不去犯法呢 這個我們真的要想一想 究竟為什麼我們 有時候我們會出自 我們會去幫一個人 有時候我們沒有條件 有時候有些人去幫一個人 是有原因的 那好吧 那我們今天還留在這個世界上面 在地上 我們可以喜歡可以選擇 今晚喜歡吃太過餐 太過菜 太過菜 喜歡吃越南野 喜歡吃日本菜 喜歡吃中餐 中餐 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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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你喜歡去做都可以的 當然你要先講銀仰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們將來會不會有一天 會對現在做的事情會作出後悔 為什麼當時不是這樣做呢 或者過去有些事情錯過了 我們沒有做到 我們要不應該去懺悔 如果單單的懺悔 可不可以彌補不足 還是我們需要去填補補償一些東西呢 這個就是那套電影 《雨神同堂》裡面有講到 他其中一個貴人 就是因為他曾經想著去焗死媽媽 因為媽媽一直不懂說話 所以他想著 但是後期當他長大之後 他居然一天做 心兼很多職員 一個消防員 他又去救人 把所有賺回來的錢全部給他家 供他的弟弟讀書 一直做很多很多事情 最後他在救人的途中死了 結果他的靈魂就被他們拿走了 那個叫做金獅雄 金獅雄 那好吧 那 這個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譬如說 對我們自己 我們地上更加要做些什麼 對我們家人 為他們做些什麼 甚至對一些我們不認識的人 還有一些陌生人 譬如一些病人在醫院上來的 或者有些人在戰爭裏面的 或者有些人在這個國家 這個世界這個地球裏面 另一邊的人 他們現在可能在捱很多東西 那 我們又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你又願不願意去做一些事情 還是你又要去盤算一下 你會拿到多少好處才去做 最後呢 雖然我不是佛教徒 又不是道教徒 在《終極審判》兩集的續集 裏面其實有一個 我都覺得是 他後期那集 我挺欣賞過的 在《終極審判》那裡 有一個叫做馬東石 他飾演的角色的名字 叫做 聖造神 是一個家臣 他負責保護人 人 人世間的人 地上的人 他的角色 亦都用來抗衡那些 就是歐運使者 和對付地上面的惡人 但他不准大人 他可以有很大的力量 在片裏面 他最後還是寫起他自己的生命 最後還是 他弄得挺神怪 好像道教 有個虎妖藏起來 因為虎妖藏起來 因為虎妖藏起來 他就完結了 煙飛雲散 最後還是因為這樣 死了 但他作為一個使者 他不是人 來到地上保護人 但他也染上了地上 一些習慣 例如想賺多些錢 為甚麼 就投資了 投資到基金那裡 但基金偏偏跌 後來他就說 將基金沽空了 但是沽空了之後 就不知道為甚麼 後來基金是升的 基金只會跌不會升 但他已經離開了 後來基金就升了 他又欠了很多人錢 這是一個成造神 可以看到一件事 假設我們講故 不要博故 只要看那套電影 如果連一個使者 都來到地上 抵擋不到物質生活 都要去和人一樣 去想賺多些錢 去投資 結果投資失利的東西 你可以說這是甚麼神 連基金也買錯 沒有升 沒有升只是跌 我覺得故事做到這裏 是很人性化的 真的很人性化 所以我對罪與佛 他覺得 他這裏真的對罪與佛 是很明顯很清晰 究竟甚麼是罪 基督教說我們是不是人 都是罪的 其他教教說 你要做一些壞事 你一定要 或者你疏忽 是罪恨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題 而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值得看的 看完之後 可能你的個人看法 跟我有點不同 或者每個人看法 都會有不同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 即是這個 《與神同恨》 兩輯 我都覺得值得看的 相反我還覺得 如果兩部電影相比的話 即是兩部電影相比的話 他第一集 即是《聚於佛》 和第二集 即是續集 這個 《終極審判》 我喜歡看《終極審判》過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終極審判》 很容易摸到的 他不是玩心到的 但是 錢還錢 有時候很淺的事情 我們未必做到的 即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有時候小學生的問題 我想 阿Kym也未必有時候會答得到 有時候的問題也挺深奧的 我覺得是 否則 你或許可以說他的問題出得不好 但有很多事情 都是 一件越簡單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是 越難去答的 那今集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為止 大家如果未看的 都不管 就說 如果你買到票的 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看看 今集多謝各位 拜拜 好